布拉德·皮特与乔治·克鲁尼 两位男神复合制作双狼报效来袭 身为职业特殊清理工的两人 被迫组成另类史密斯夫夫 配合极其默契 看着两位不老男神再次联手 共同解决离奇而又搞笑的案子 话不多说 马上开讲 这天 富婆在豪华酒店秘密约会小鲜肉 可富婆快乐球都没拿出来 小鲜肉就暴毙了 富婆颤抖着将自己的包 从尸体下面拽出来 结果倒霉的是 用力过猛 将血粘在衣服上 富婆颤抖着手 拨打一个神秘号码 结果却传来空号提示 富婆听到这绷不住了 忍不住滑坐到地上 要是被人发现此事 他的家庭 事业 甚至是人生 就全毁了 突然 手机响起电话铃声 神秘人打回来了 他询问富婆 为什么会有自己的电话 但女人不能说出那人是谁 只好讲出对方告诉自己 如果需要处理严重的事情 就拨打这个电话 这段话算是证明 富婆的忙可以帮 所以神秘人 要他打开请务打扰灯 其余的任何事都不能做 随后神秘人也就是乔治 特殊庆礼宫闪亮登场 他驾车赶到酒店进入大楼 还顺手推走了酒店的行李车 进入房间后 乔治询问了大致情况 富婆经验丰富 入住时用的是假名 并且没有人知道他在酒店胡闹 乔治边听边查看尸体状况 他拿出专业收拾工具 顺口询问富婆 如果像寻常一样 他现在应该在干什么 富婆回想了一下 那他应该在家工作 或者和女儿一起看电视 乔治便让富婆记住 今晚就是回家和女儿看电视了 其余的全都交给他来解决 保证富婆不会受到牵连 以后还能快乐地和小鲜肉玩耍 当他准备摸尸体卖搏时 门外又传来敲门声 富婆在乔治的指导下 说自己不需要客房服务 结果居然传来开门声 两人健壮 连忙躲藏起来 只见同行皮特 缓缓走了进来 两人一对视 便在冥冥之中明白了 对面绝对是冤家 富婆发现没危险 后显出身来 得知皮特也是来处理烂摊子的人 乔治憋了很久问出一句 是谁叫你来的 皮特也不说话 指了纸墙上的隐藏式监控摄像头 气得乔治骂出了脏话 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刻 酒店里的电话响起 皮特走过去接听 对面那人好像知道 两个专家共处一室 而皮特将电话交给了富婆 女人跑到厕所打电话 屋里剩下两个男人大眼对小眼 乔治指责皮特他们使用隐藏摄像头 这是明晃晃的非法监视 皮特则满不在乎 还让乔治快走 这里已经用不上她了 此时 富婆与电话那边的神秘女人 达成了交易 走出来 便将电话按在免提上 原来神秘女叫做帕梅拉 是这座酒店的主人 她从监控录像上 看到自己新开的酒店上死了人 如果事情被人发现 那将会对酒店生意 造成毁灭性打击 加上富婆是当地检察官 更不能让此事被曝光出去 现在酒店女老板找来皮特 而富婆找来乔治 可两人都只信任自己找来的人 经过商议后决定 他们需要合作 收拾好这个烂摊子 但是同行是冤家 只见两个男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异口同声的拒绝了 乔治准备拎包走人 皮特则接过电话提出抗议 见乔治不迟道德绑架那一套 富婆只好拿出杀手锏 摄像头也录下了乔治 如今把柄在帕梅拉手里 就算是为了自己 乔治也必须将活干完 而皮特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于是他们只好暂时忍受下彼此 共同处理完此事 首先要了解案发的详细过程 富婆说 她今天参加完活动后 就跑到这里的酒吧喝一杯 去洗手间时 小鲜肉主动搭讪自己 吟诱的富婆春心大动 于是两人迫不及待地开了房 可谁知 这小子不知哪根筋不对劲 在床上乱蹦乱跳 一个没站稳 两边摔在酒吧推车上 就这样一命呜呼 知晓情况后 两人着手处理 乔治提前准备好了给富婆的衣服 结果皮特也拿出一套 恰好能凑成一套富婆喜欢的风格 富婆换完衣服后 悄悄溜出房间 此时屋里面只剩下一对冤家 尽管互相看不上眼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一块干 结果乔治干着干着活 一回头 看见那混蛋都喝起可乐来了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心里不停问候对方家里人 插着腰问他 为什么不一起干 结果皮特阵阵有词 你的工作是确保富婆不会被牵扯到 所以必须全部清理干净 而我的工作是确保你能好好完成你的工作 好让酒店不会被波及 换句话说 我就是你的监工 皮特还欠欠地指着摄像头 乔治无话可说 只能按骂一句 接着回去干活 乔治愤愤地将尸体弄进裹尸袋 随后跑到卫生间打扫 皮特居然跟进来 扔掉可乐罐 给乔治都气笑了 结果皮特重新坐下时 看到沙发旁边有什么东西 走过去一瞧 居然是个背包 一面的东西 让他不禁骂出声来 乔治听到后 赶紧出来查看 同样骂出声来 居然是整整四大包面粉 这下事情变麻烦了 帕梅拉看到后 立刻打来电话 可两个男人各说各的 对方完全没听懂 但女人知道 面粉不论是丢了 还是交给警察 下家肯定都会找酒店麻烦 于是命令两人 将面粉误归原主 随后不等他们拒绝 就挂断了电话 现在只能先处理掉尸体 再解决面粉 乔治用胶带和浴巾 瞬间就给尸体打包好了 紧接着 推来酒店行李架 一人轻轻松松 将尸体处理好 这方法连皮特都有些赞叹 两人带上书包 推着行李架坐上了电梯 一路直达地下停车场 皮特熟门熟入 切断监控时的电线 果然 安保出去查看情况 但乔治可不想成他的情 拖着雪糕桶卡住升降杆 打算将车子开进来 里都不理皮特说自己有门禁卡 结果他回来时 雪糕桶已经被凡人精抽出来了 皮特炫耀式地使用门禁卡 乔治这才开车进来 并将尸体扔进后备箱里 他攒了一肚子火 终于能发作了 上前要求亲自看着对方删除监控 可皮特立马回绝 因为女老板要求过 不能让乔治看到录像内容 乔治这才怀疑 今晚的一切都是帕梅拉的阴谋 为了掌控富婆把柄 而设下的连环局 正当两人争吵时 更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 保安也回来了 他们只好一人打晕倒霉蛋 一人关上后备箱 这才没有引起怀疑 上车后 皮特指责乔治没检查脉搏 乔治则谴责皮特 没有再确认一遍 但不论两人甩在多锅 后备箱里就是躺着一个大活人 现在事情变得更复杂 可皮特突然说 或许这样更好 倒霉蛋肯定知道面粉来源 找个安全的地方审问倒霉蛋 从他口里问出来不就行了 于是两人出发 前往唐人街 和乔治待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让皮特感到更加难熬 就差说这车顶真车顶了 乔治按住他想乱动的手 主动说起自己知道的线索 而巴尼亚人之前有过这种东西 是一大批纯正的淀粉 在从欧洲运来的途中突然消失 或许倒霉蛋的那几块 就是其中一部分 可能它就是吸食了淀粉 才会造成死亡的假象 但乔治就算知道来源 也不敢还回去 因为阿尔巴尼亚那群人 只要怀疑是谁偷了东西 就会立刻痛下杀手 一会儿 两人来到皮特熟人的地盘 皮特率先下车 要经过对方同意后 才能带乔治进去 而在乔治的视角下 皮特在门口表演起来 将事情经过讲清楚后 穷才打开门走出来 正当皮特大肆吐槽乔治时 对方居然竟悄悄地来到他身后 说忍得向穷打招呼 原来乔治要找的人也是他 皮特立刻吃起醋来 插嘴询问两人有过关系吗 穷被两人气回屋子 而皮特回头 看见对面路过一个精神小伙 不过没有什么特殊举动 随后 乔治把车子开到后门 幸好倒霉蛋还活着 两个老头只能冒着被闪耀的风险 把倒霉蛋弄进去 穷检查后发现 他情况很糟糕 几乎都没有心跳 或许是吸食了排斥的面粉组合 又或者是纯度特别高的 而两个男人竟然开始争风吃醋 最后全部被穷赶了出去 他们来到吧台喝起酒来 难得心平气和聊天 乔治说 穷是自己第一个救命恩人 当年他找穷帮忙取子弹 最后子弹取出来了 他一侧的腰子也被嘎了 皮特对此非常感同身受 就在这时 有个人引搜的一下窜了出去了 穷让他们别干看着 赶紧去抓 倒霉蛋仍处于亢奋状态 简直就是个小闪殿侠 俩老头望尘莫及 只能开车去追 乔治先是全速到处小巷 接着又神龙摆尾回正车头 看着倒霉蛋跑进商杀 便找位置放下皮特 两人分头进行围堵 这小子正值壮年着实能跑 老皮特根本追不上他的步伐 甚至倒霉蛋还能再加速 这时 乔治已经来到商场的后门 倒霉蛋一出门 迎面就撞伤了 乔治赶紧猛踩刹车 倒霉蛋吓得跳了起来 只见他在半空中 翻转了360度 身体翻转两周半 还能完美落地 简直是天生的体操胜手 围观的皮特 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这小子又开始跑起来了 皮特跟着后面大骂 但他就是没有停下的意思 眼看追不上 皮特不禁怀念起自己同事的妖子 倒霉蛋一路跑进高架桥上 乔治见状果断掉头 皮特也配合对方进行围堵 小伙子刚爬上路面 乔治的车子就停到他面前 后路也被皮特堵死 皮特气得 拽住他头发扔进车里 但两人回去时 穷已经将他们扫地出门 不过还是好心扔下小伙子 要吃的药物 随后两个男人站在一起 要解决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把倒霉蛋放在谁家里 他们干着一行的 都不想住址被别人知道 两人互相推脱许久 最终统一了一件 将他还带到不知名小宾馆里 可他们基本上都在跟死人打交道 还真不清楚该如何审讯活人 一番上议后 决定乔治打头阵 皮特则按他的眼色行事 两人这才进入屋子里面 皮特走到旁边 摆好审温架势 乔治则慢慢坐到小孩面前 开门见山地问 淀粉从哪里弄的 小孩装傻 硬说啥都不知道 皮特这操作 把乔治都看傻了 但也跟着掏出自己身上那份 结果小孩还是不承认 东西是自己的 乔治当即把皮特叫到走廊里 本来小孩不知道东西在两人手里 他人都慌了 结果皮特这么一弄 小孩更加有恃无恐了 但皮特觉得 乔治是没能力 才会不停询问同一个问题 不如简单粗暴一点 于是 两人气势汹汹回去 开始二阶段 拿起东西做事要走倒霉蛋 谁知竟然意外好用 小孩立马交代 是从拉格那来的 两人一听都傻了 拉格可是全是最大的面粉贩子 倒霉蛋怎么能跟他产生关系呢 小孩用他那浆糊脑袋 努力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不是牛郎 而是正经男大学生 今天和他交好的男孩 母亲因医疗事故去世了 他需要去医院为母亲维权 但同时 手上还有一批很重要的货要送 倒霉蛋为了帮好友的忙 便揽下了送货的活 晚上 他到了送货地址 却因为太过害怕 而跑去喝酒壮胆 竟然遇上漂亮姐姐请他喝酒 甚至还邀请他开房 所以他四字上头没管送货 而是跟着姐姐快乐去了 结果中途他在好奇之下 吃了一点面粉 最终变成现在这副局面 等他讲完后 两人问他要手机 想知道送货地址在哪 得知送货联系工具时传呼机 并且那东西也不在他身上 而是放在冰点俱乐部里面 于是三个人马上出发 前往俱乐部 中途 小孩有些害怕 委婉地询问 自己能参加下次考试吗 乔治给予他肯定回答 皮特却因为这句话盯着乔治看 可他们一到俱乐部 看见门口居然是克罗地亚人后 立刻降低身子 小孩非常好奇地询问 这是在干啥 原本两人不想说 但小孩以对讲机位置为威胁 也只好为南海解释 干他们这一行的 惯例都是毒狼 没有关系 也没有利益冲突 而皮特和乔治 都为门口那帮人干过脏活 如果被对方看见他们一起行动 绝对会有所怀疑 然后杀人灭口 现如今 只好让小孩去拿传户机 他们两个带着面粉进去 谁也不要离开对方事业 并且祈祷迪米不会看到两人愉快行动 随后 三人从小路摸进俱乐部 小孩来到吧台 向酒保索要朋友留下的东西 而皮特和乔治就隔着人群对视 迪米正坐在大厅中央位置 结果酒保拿错东西 小孩只好自己跑进去拿 可被迪米手下抓个正着 还被从后门带离 两人想追上去 却被人群拦住 然后被迫一起跳舞 迪米此时正在看热闹 他们也不敢擅自离开惹来注意 可最糟糕的事还是发生了 迪米看见他们两人 瞬间息息不起来了 而更糟糕的是 舞蹈开始不断变换身位 两人最终面对面凑在一起 迪米立刻吩咐手下 干掉这对狗男男 结果他俩努力自救 同时举枪护制对方 迪米上前收掉两人的枪 然后让婚礼宴会继续举行 他则带走两人 迪米往凳子上一座 让他们解释清楚 为什么闯进自己女儿婚礼上 还敢随意拔枪 两个老男人开始现场飙息 皮特听了此言 坐时要动手 乔治接上对手西蒙 捶他一拳 迪米不忍之事 赶紧让手下把二人分开 皮特装作生气离开 乔治则要多演一会儿 以确保迪米真的相信 二人是无意间遇见 最后他送上新婚 祝福才离开 乔治从后门离开时 强装镇定地从皮特身边经过 来到车旁 那小孩已经等在这里 不过显然被教育一顿 小孩一天没吃东西了 两人带他来到快餐店吃饭 正小孩去上厕所时 乔治说出自己的猜想 拉格应该在迪米身边安插了卧底 或者是小孩朋友向两边通吃 皮特说乔治乱搞阴谋论 乔治却觉得疑点太多 倒霉蛋送货明显是被陷害 并且拉格是怎样拿到货的 皮特有些被说服 提先找到送货地址 他们中的一人去送货 但是乔治果断拒绝 必须是倒霉蛋去送货 看皮特有些于心不忍 乔治解释 有时做事要顺其自然 小子就算死在这次实践里 也只能算他自己倒霉罢了 突然传呼机发出震动 乔治将传呼机推给皮特 谁知皮特也放下了 最后都只能无奈拿出老花镜 岁月不饶人啊 这时小孩也出来了 看到传来的地址后 长舒一口气 三人驱车赶往送货地点 小孩带着淀粉 在两人的注视下进去了 他们终于完成了任务 可下一秒 眼前使来几辆汽车 下来一堆黑衣人摸进屋子内 皮特认出 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人 结果前有狼后有虎 迪米的手下把他俩抓个正着 也想杀人灭口 乔治冒着枪林弹雨果断倒车 可是对方火力太猛 车子无法带两人离开 乔治按下按钮 后备箱随即打开 他们趁机冲到车后拿起武器 一听对面要换子弹 两人同时起身击杀掉三人 这才能回去查看屋内情况 不出意料 乔治看到阿尔巴尼亚人 车上有追踪装置 而屋子里的人禁数被杀掉 不过倒霉蛋难得好运气 再次躲进后备箱逃过一劫 乔治却让小孩继续送完货 毕特意识到什么 果然乔治子弹上膛了 随后他将枪口对准小孩 只要杀掉倒霉蛋 今晚的事情就可以结束了 但他怎么都下不了手 此时毕特也举起了枪 就在乔治放弃时 毕特一枪打了上去 结果两人没事 淀粉袋子被打破了 露出里面的定位器 看着南大学生清澈愚蠢的眼神 乔治赶紧转移话题 咱们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可是车子已经光荣报废 三人只能乘坐地铁离开 果然年纪大了熬不了夜 俩老头都打起哈切来 看着乔治柔然变得严肃的表情 毕特心里也慌了 难道真的中弹了 谁知下一秒 乔治搬下一程 不由地笑出声来 毕特还嘴硬说 我才不关心你是死是活呢 他们将倒霉蛋送回家里 并主动和他父亲聊聊 让他以后绝对不敢提起此事 这漫长的一夜终于结束了 两老男人跑去吃早餐 虽然倒霉蛋捡回一条命 但对于毕特和乔治来说 事情还没有结束 因为他们的一个很可能被灭口 就在两人要分开时 乔治呆住了 回去移对账 发现两人的上限居然是同一人 毕特没想到 自己无意间说的一句话 会得到这么震撼的消息 他们重新梳理各种线索 上限肯定知道小孩送货的事 而倒霉蛋死了 事情干不完 才会找人来继续送货 打了一个电话没接通 所以又打了另一个 没想到最后两个都来了 而送货是为了 引发拉格和阿尔巴尼亚人开战 本来计划里 该由他们两个背黑锅 没想到 乔治让小孩去送货 果然 此时小店里已经被清空 店外也满是杀手 两人熟练的趴下上子弹 皮特倒数三 二 一 他们同时持枪射击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篇算是 乔治·克鲁尼和布拉德·皮特的复合之作 里面两人不停斗嘴刷宝 全篇看下来非常欢乐 虽然片子里没有什么大场面 但能看到两位老男神互相标系 也算是很满足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们的点赞评论和关注 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让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